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燃烧心中的梦想 在法国有一个邮差 叫做薛瓦勒 然而同时 他是个建筑家 也是个梦想家 有一天呢 邮差走在崎岖的山路上送信 被一块石头绊倒 但他发现 绊倒他的那块石头的样子 非常特别 他突然有个念头 如果用这样美丽的石头 建造一座城堡 那将会有多美啊 于是 邮差每天 在送信的途中 都带回一块石头 不久之后 他就收藏了一大堆石头 但若要能建造城堡 这些石头还远远不够 于是呢 他开始推着独轮车送信 白天 他是一个邮差 和运送石头的搬运工 晚上 他又是一个建筑师和工程师 建造自己的城堡 二十多年的时间 他不断地寻找石头 运输石头 堆积石头 在大家看来 他只是堆积石头 但对邮差而言 他是在建造梦想中的城堡 后来有一个记者 意外地发现了 这一群低矮的城堡 这里美丽的风景 和城堡建筑物的格局 让他惊叹 因此 他特别写了一篇 介绍邮差的文章 文章看出后 许多人都来参观城堡 连毕卡索也专程来参观了 邮差的建筑 如今 这个城堡成为法国著名的风景之一 名字就叫 邮差薛瓦纳的建筑 亲爱的朋友 就旁人来看 石头只是石头 然而故事中的油彩 却能够用石块 建造出美丽的城堡 原因就在于 他没有停留在想象 也没有小看他自己 而是逐步将梦想付诸时间 圣经上有一句话说 上帝能够照着运行 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匆匆足足地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意思是 上帝能够照着你心里的梦想 你的期待 来为你成就一切的不可能 而且 上帝保证在他 有充充足足的预备和供应 是超乎人的想象的 知名步道家 布永康牧师 在人看来 他一点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然而 却因着上帝 给了他一个伟大的梦想 带领整个非洲人行耶稣 他就如同一个人 骑一匹马 迈向整个非洲大陆 刚开始 他对上帝说 我连向五个人 传福音都很困难 怎么能走向整个非洲呢 我的资源是这么的小 我拥有的是这么的少 但是梦想 在他心中燃烧 成为支持他走下去的力量 使他在非洲步道 传福音五十年 带领了百万千万人行耶稣 并且给传承 交棒给下一代 亲爱的朋友 也许你也觉得自己的能力 和资源有限 就像薛瓦勒 只有几块石头 不永康牧师 只有一匹马力 但在上帝的手中 你就有无限的可能 今天 让我们学习依靠上帝 对未来怀抱期待吧 当你持续坚持在梦想的道路上 你将看见 上帝为你成就 超乎所求所想的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盾牌 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 早安EZ GO直播 欢迎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